嗨 大家好 我是德孙大伟 今天要整一下吊顶 这个是孩子的屋 要做一下一个造型 顶上 然后上面弄的是石膏板 短的石膏板已经弄完了 现在要弄长的石膏板 需要两个人才行 石膏板里面要做LED灯带 效果更好看一些 好 我们现在开始了 现在往石膏板上拧钉子 要是这么长 拔石膏板的时候 里面先拔一个木下 这个螺丝的时候尽量 在这个石膏板的里面 因为这个螺丝 碾完以后还要拔石膏 像现在看的这种石膏板呢 是最普通的 也是价格最便宜的 石膏板一般来说 耐火温度在达到800度左右 也就是说石膏板 是可行的一般放火和放热的 石膏和石膏之间 这个板子的接缝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要求是一厘米左右 但是我来看的话 应该是半厘米都不到 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这是一个接缝的话 那么你要把边缘打成这样的一个踢角 踢角 然后这边像这样的踢角 两个对接 然后中间这个位置 拿石膏刮上再贴上纸 那至于说这个接缝 你现在做完了 比如说你现在这个石膏刮完了 现在开始要贴纸了 那这块还有一个选择就是用 网 用这种塑料网 那塑料网它是抗碱力比较好 就是这个粒是最好作用的 网状上抗碱力比较好 然后如果是纸的话 它是抗拉力比较好 其实都无所谓 哪种东西都行 有的人就喜欢用网的 有的人就喜欢用纸的 但是在家里边做的话 我建议还是用纸比较好一些 用网的有时候你还要再挂一下 还要挂更多 那也就是这些 平时要用的东西就是尺 直尺 还有壁纸刀用划来划就可以了 用划来划就可以了 然后拿个小木片在C里 妈妈 妈妈 那是我的屋里吗 对 那是我 现在已经平行了 现在做灯带的吊顶已经完成了 吊顶之间 这个钉子 隔是十多厘米 最里面那个 因为要做一个造型 也是孩子书桌的地方 要做一个造型上面 因为孩子比较喜欢一个动画片 所以要抠成一个动画片的人物 然后拿这个板子放进去 这个得需要时间 这个以后会做 现在这个灯带已经完成 成品 大家看一下效果 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 喜欢我的视频 就要关注 订阅 转发 拜拜